晚安 晚安 很開心,我就是最後一個壓軸的部分 我們最近正在進行一個專案 在我分享這個專案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還有三個我的發現 在分享這個故事跟三個發現之前 我想先問大家兩個問題 有沒有曾經有過這種經驗 在你生命當中你曾經經過一些事情 那個心得、那個心情 你一直記在心裡 然後一直記到現在 有這種經驗的心情 謝謝 那有沒有這種經驗是你曾經 不管是收到一封信也好 不管是收到一個卡片也好 不管是收到一個小尺條也好 還沒寫的那段話 他曾經給你一些感動跟鼓勵 一直放到你現在心裡 還記到現在的話進去 謝謝大家 我跟大家有相當的經驗 在分享這個專案之前 這個故事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我還沒有女子 那時候我在陪姨子的時候我下班 那時候陪姨子的公司其實在 那陪姨子附近 我來到了南洋街 那時候呢天氣就這樣這樣 胖口大雨 我可以不要用麥克風嗎 我可以 謝謝 慢慢掉 還打雷了 那天呢 的狀況是這樣 胖口大雨 每一個人呢 就像沙丁米一樣 擠在南洋街那個起扭裡面 你知道補習班嗎 那條街很擠很擠 我們就擠在那裡 然後我的心情非常煩躁 下雨天 然後工作又忙得非常壞 八點多了 於是呢 我想要找個地方透透細 我就進到了一個全家 進去買了一個東西之後 我在結帳 結帳之前 還在我前面 站了一位先生 這位先生 他的動作是怎樣 好 王 不要王 各位 站在那裡的差大 現場的氣氛 跟大家相關目前的情況是一樣的 非常安靜 而且你一定猜得到這個的人 他可能是個游泥 他可能是一個精神很異常的人 他可能是一個精神很異常的人 他身上破破爛爛 而且能散發出一些臭臭的味道 你很容易面對他 就是可能有一點危險 所以大家 對他就是保持這樣一個距離 店員也很害怕他 有時呢 就 噢好 一次還給他七八個腿 反正我跟他走一下 二話不說 他就離開了 這件事情結束了 我離開了店裡面 我來到了沙丁魚班的這個 人行道上 就在那一剎那呢 從我旁邊經過了一個人遠 我看到的一個老太太 他穿梭在人群當中 他透過這個肥沉 上面擺著一個籃子 籃子上面呢 稀稀素素沒有放很多東西 幾片狗醬是嗎 幾包的零食 他想要購買 但是呢 因為他身高太矮了 所以他就是淹沒在人群裡面 小哥 小destin Olip 小姐 小姐 麻命 難你怎麼辦 就是這樣的 在場的所有人都很急越穿梭 然後沒有人喜歡 他來到我面前 我一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就离开了我面前 就在这个刹那,我闻到一个味道,从后脑上过来 这就是刚刚那一个,那个药碗的那个人 有请大家看见,好吗? 是 sau。 有,你在起了。 你。 我闻到好,你。 感谢观看